日前导演吴雨孙为了宣传自己指导的电影《太平伦》来到上海 而且接受了我们娱乐新天地记者的独家专访 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 刚刚了解到这位68岁的导演在拍摄《太平伦》前期 就查出患上淋巴癌 就很严重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一般要听到这种消息就是 就应该休息了 就应该考虑怎么活下去 但他居然考虑是怎么拍下去 对 所以我们究竟为什么能够让他坚持 完成这一部作品的创作 而且还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十年间来 所有的电影全部都是全明星阵容 对 是他个人的魅力 号召力 影响力 究竟是如何来做到的呢 马上为您介绍 记者留意到吴雨森上台之前 工作人员特意在他的座位上放了一瓶水 联想到之前患淋巴癌的经历 当我们询问起导演的身体状况吴雨森 显得十分感恩 谢谢 谢谢 就是这个有很多朋友 像你们的都对我这么关心 我身体状况还很好 就是因为我的颈部做过手术 做过手术呢 就是这个 好像听说伤了一条神经 就是所以比较拥有口干 就会也需要喝水这样 在生病之余坚持拍完太平轮 很多人都佩服吴雨森的经验 但吴雨森却表示自己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一份承诺 我很重视对朋友一份承诺 在我生病以前 就是我跟李明想法公司的朋友 我对他们有一个承诺 做人做事都应该重视一份承诺 答应过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好 这样 这是我的个性 在吴雨森曾经出版的自传当中 曾经记录小时候的他 由于家境贫困 偷过书打过架 算是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 直到九岁那年 有对美国夫妻资助了他上学 才使他慢慢步入正轨 而这份恩情让他至今念念不忘 据说为了感恩长大之后的吴雨森 曾经为了找到这对夫妇 而找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州 这样的重情重义 难怪会排出英雄本色 纵横四海 这样有情有义的电影 不过让我们疑惑的是 大男子气概是有了 作为自己首次尝试指导 以爱情题材为主线的电影 吴雨森对于儿女情长的把握 究竟如何呢 不仅把自己的小心思 融入到了电影里面 吴雨森表示 电影当中的爱情观 也有一大部分来源于自己和太太 和牛春龙结婚38年 小吵小闹不断 但对于感情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坚持 如果你还想爱对方的话 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坚持下去 那吵架的时候当然有了 是你退补还是你太太退 这样那边 那当然是我了 作为男人嘛 那个退一步 退两步 退十步也没有关系了 有了今天地上海独家采访不到